7月30日是全佩雷拉在战UFC 对阵轻重量级93公斤排名第三位的布拉乔围棋 佩雷拉舞粉们都很熟悉 曾在踢拳赛场上表现不俗 斩获了Glory赛事的两条金腰带 再来到UFC后 佩雷拉的表现依旧勇猛 并在去年11月TKO了黑龙 斩获重量级84公斤冠军 佩雷拉做VS布拉乔围棋 又今年4月 佩雷拉在UFC与黑龙的二番战上被重拳KO 失去了金腰带 此后佩雷拉便表示接下来要伸重 去往轻重量级 而本场与布拉乔围棋的战斗 也是佩雷拉在UFC轻重量级的首秀 布拉乔围棋今年40岁 他在UFC征战多年 并于2020年拿下轻重量级腰带 其后的首次为免战击败了黑龙 2021年 布拉乔围棋被特谢拉击败 失去了冠军头衔 此后 布拉乔围棋虽然又打了两场比赛 但没能夺回荣誉 比赛开始后 布拉乔围棋展开爆摔战术 向佩雷拉顶在龙边 两人进行了一番纠缠 在这个过程中 布拉乔围棋虽想要使出降服技术 但没能成功 佩雷拉红短裤VS布拉乔围棋 红短裤第二回合 佩雷拉的扫腿攻势 给布拉乔围棋造成了一些威胁 布拉乔围棋希望再度将比赛带入地面 但佩雷拉成功逃脱出了控制 并在战力打击上逐渐占据了优势 佩雷拉红短裤VS布拉乔围棋 红短裤第三回合 布拉乔围棋的体能开始下降 变得有些被动 被佩雷拉频频命中 虽然在比赛最后时刻 布拉乔围棋放倒了佩雷拉 但并没有什么有效的攻击 佩雷拉红短裤VS布拉乔围棋 红短裤最终 双方站满了三个回合后 佩雷拉通过判定胜出 佩雷拉获胜此战之后 相信佩雷拉很快便会获得冠军挑战权 各位大侠 你认为佩雷拉能斩获UFC轻重量及金腰带吗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 请订阅收藏不迷路